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 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拖拖垮垮拖了几个星期 前几天才终于艰难受关 脱口秀演员们话里话外 也在担心着整个脱口秀行业的前途 这期视频就借机来谈一谈脱口秀的意义 在一个荒诞的世界 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快乐 如何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要说脱口秀就要先谈幽默的本质 人为什么会笑 人为什么需要幽默 根源在于人是一个情绪化的动物 在我看来一切幽默的本质 就在于情绪的共振和释放 这里有两个要点 第一是情绪的共振 也就是一个幽默段子 要能够感知到你在真实世界中的某种痛苦 和你产生共情 第二个要点是情绪的释放 也就是这个幽默段子 要能够用一种意外的说法 化解你的这种痛苦 简单的说就是 第一是说出你的痛苦 第二是化解你的痛苦 当然不同品类不同段位的幽默 对这两个要点各有侧重 有时候专注于其中一个要点 也能够达成幽默的效果 先来说第一个要点 说出你的痛苦和你的痛苦产生共情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各种挫折和不如意 有很多想做而不敢做 不能做或不会做的事情 也有很多想说而不敢说 不能说或不会说的话 这时如果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能够戳中你的痛点 突破你平时不敢突破的禁忌 就能够和你产生共情 很多时候光是这种共情本身 就能够给你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抚慰 并不需要真正的化解 所以有人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喜剧是研究失败的艺术 喜剧关注的不是怎么赢 而是怎么面对输 脱口秀演员经常要做的就是去发掘自己身上 或者自己身边那些能够引起观众共情的痛苦 把他们说出来 当你心底的某个久被忽视的痛点被戳中 你心底会有个声音说 就是这样的 说的太对了 这个人是懂我的 我也是懂他的 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产生共情了 你就会渐渐喜欢上这个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要想和别人产生共情 一般可以通过两个方法 一是自嘲 二是吐槽 人的痛苦包括挫折和愤怒两种 分别可以用自嘲和吐槽来产生共情 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 寻找观众的痛点和愤怒点是他们的基本功 自嘲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幽默方法 自嘲是通过挖掘自己 展示自己的小缺点 诉说自己在生活中的尴尬挫折糗事 来和观众达到共情的方法 有人说这是通过贬低自己 通过示弱来让观众产生心理优越感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自嘲的核心在于能够和观众产生共情 要能够抓住观众心底隐藏的痛苦和它产生共情才是高级的自嘲 刻意的贬低自己不是自嘲的本意 李旦说说破无读 杨丽说把你的不开心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脱口秀演员们在舞台上解剖自己的缺点和痛苦和观众们达到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演员会因此陷入抑郁 但对另一些演员可能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脱口秀大会里的何广志和徐志胜就是两个自嘲的高手 何广志说无论生活有多么苦 只要你不喊疼你就是艺术家 实际上自嘲也是我们普通人为了增加自己的亲和力 最应该掌握的一种幽默技巧 脱口秀演员和别人产生共情的第二个方法 是吐槽 吐槽的本质就是突破某种禁忌 帮着观众发泄对于生活的不满 帮着观众来发出他们自己发不出的怒气 从吐槽的角度说 哪里有愤怒哪里就有笑点 脱口秀大会的李旦和奇葩说的马东 就是两个吐槽界的绝顶高手 新人童木兰和邱玉的吐槽也是极具特色 非常喜感 吐槽的要点在于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 重在分寸感 吐槽要突破禁忌 所以存在风险 很多脱口秀演员的功力就在于能够把握好这个度 从而使吐槽达到幽默而不是冒犯的效果 吐槽虽然是一种愤怒情绪的表达 但脱口秀演员吐槽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贬损别人 而是帮助观众释放和消除负面情绪 很多时候这往往是一种假性攻击 也就是吐槽别人时不是真的去戳对方致命的痛点 而是要点到机制 你要对对方的底线摸得很清楚 打一个惊险的擦边球 既给人制造紧张感 又不会真的给人带来伤害 这样最后才会有紧张感得到释放的幽默效果 幽默是一种安全的冒犯 有时候吐槽别人的同时也要拿自己开刀 这样对方因为有人垫背就不容易生气了 把握这些度很不容易 就连李旦的吐槽大会也会被人吐槽说 渐渐变成了洗白大会 不刺激也就不好玩了 吐槽式脱口秀 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 近几十年 中国思想最开放的时候 可能就要算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了 那个时代中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 就要算尽情吐槽 争扁实臂的相声小品了 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越来越少 相声小品渐渐失去讽刺的功能 这种艺术形式也自然就没落了 如今80后90后这代人 迎来更具个性的脱口秀的艺术形式 却面临思想言论自由极具减少的窘境 恐怕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上的槽点 会成为不敢说不能说的禁区 脱口秀可能也就只能靠类似于 慢财这种比较低级的形式 人为的去制造荒诞的槽点了 脱口秀如果不能直面最真实的痛苦 就难免会有隔血搔痒的感觉 说完了幽默的第一个要点 说出你的痛苦 我们再来说一说幽默的第二个要点 化解你的痛苦 幽默是如何化解你的痛苦的呢 首先是通过制造意外 实现情绪的积累和释放 其次是通过巧合 反差 反转 夸张 扭曲 等艺术手法用审美来冲淡痛苦 找到痛点后 制造幽默 首先就要从改变思维方式开始 幽默就是要能够脱离现有的惯性思维 从当前对话的维度突然跳出去 从一个意外的有趣的视角 来讲述痛苦和真相 一个幽默段子的基本公式就是 铺垫加包袱 先用铺垫帮你建立起一个思路 故意把你引向方向A 然后再用包袱揭示第二个思路 把你引向方向B 从而给听众制造一个意外 意外能够把大脑里两个熟悉的概念 用新的方式进行连接 就能够刺激大脑 使大脑兴奋起来 这时观众心底会有声音说 原来还能这样啊 这是一种类似于获得新知的快乐 这种制造意外的幽默 是一种高智商的活动 所以有人说 幽默往往是智慧太多 多到意义出来的一种表现 懂得幽默的人 往往都是极聪明的人 他们在遇到蓝蹄时 往往会有很多超出常规的 出人意料的思路 和制造意外相比 通过巧合 反差 反转 夸张 扭曲 等艺术手法 用一种审美来冲淡痛苦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大概这也就是李诞 总是吐槽王建国 用太多谐音梗的原因吧 这些手法虽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但是搞笑的效果可一点也不差 这些艺术手法通过各种荒唐的联想 制造离奇的美感 使人暂时忘却人生的痛苦 或者是使人生的痛苦蠢萌化 托克修大会曾经的两个大王 卡姆和王敏 就是两个艺术表现的高手 一个通过夸张的表演 刺激感官 一个通过音乐的力量 释放情绪 各种装疯卖傻 明保暗扁 或者明扁暗保 都可以用来体现幽默 但是这些都只是艺术的手法 如果他们指向的不是人生 真实的痛苦 那么最后留下的也许只是滑稽和搞笑而已 以上总结了幽默的两个要点 说出痛苦和解决痛苦 对这两个要点的不同侧重 就带来了不同的幽默流派 侧重于说出痛苦的流派 是比较深刻的幽默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会心一笑 而且还有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 高单位的幽默段子 能够从日常生活的表面 发现事情背后隐藏的道理和真相 以此启迪和影响他人 脱口秀大会上就有演员开始探讨死亡的话题 使节目更为深刻丰满 但如果这痛苦过于真实惨烈 就成了黑色幽默 而对于那些侧重于解决痛苦的幽默流派 他们解决的往往都不是人生最深刻的痛苦 而是人生最平常的痛苦 那就是无聊 走到极端 就是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式幽默 也能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但有时候以无厘头的方式 去解构人生最深刻的痛苦 也会产生一种极致的反差 造就喜剧的经典 比如周星驰主演的经典影片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说了这么多脱口秀 其实这些离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挺远 我们普通人最应该关心的 还是如何从脱口秀中汲取营养 汲取感知力和想象力 使自己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甚至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有趣的人不仅拥有自己的世界 也愿意为别人打开一扇窗 去参观他的世界 为别人的世界带来新的视野 前面说过 拥有幽默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养成自嘲的心态 自嘲的本质是自我接纳 能与自己和谐相处 会让你成为更快乐 更受欢迎的人 当你通过自嘲展示人性的真实和脆弱 大家看到的往往不是你的缺点 而是你的真诚 敞亮和坚强 自嘲的背后是一种直面真相 不屈不挠的价值观 自嘲训练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并接受自己的弱点 找到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和痛点 尝试把这些痛点暴露在别人面前 你就会渐渐接受自己的这个痛点 把它作为自己固定的人设 反复的吐槽自己 对于自己进行脱敏训练 就会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强大起来 自嘲的风险主要在于不可太过分 我们自嘲的应该是普通人 大多自己也会有的一些小心思 小缺点小毛病 而不是一些会让人觉得难以宽容的大缺点 或者是称得上是愚蠢或邪恶的心理 过分的自嘲不能够引起别人的共情 反而可能会导致别人怀疑你的人品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一个比较常见的自嘲方式 是把自己的弱点放大到一个荒诞的 不可信的程度来进行自嘲 这样当别人再用这个痛点来吐槽你的时候 就不会再能刺痛你 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自吹自擂来自嘲 就是吹嘘一个自己并不具备的优点 或者是在赞美自己确实有的优点时 使用极为浮夸的语气 其实是把优越感留给别人 造成幽默的效果 对普通人来说 一个常见的能用到幽默技巧的场合 就是需要做公开演讲时 尤其是如果在开场之前 你在被介绍时受到了主持人的工伪 这时你最好能够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掉这项工伪 才能够显得得体大方 另一个经验是 平时就注意积累一些适合自己个性的自嘲式的小故事 或者是等于一些与妄词或口误一般的小笑话或补救技巧 那么不管做什么演讲 在开场或妄词时都会很有帮助 我是老刘 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谢谢大家